第五集 青山道人 上一回咱们说到七叔师徒收服了小江师 取名小江 本以为太平无事了 不成想到了夜里 小江被一阵笛声唤醒了师性 夺疮而出 七叔师徒紧随其后追了出去 让你磨磨蹭蹭的 小江不知去向了 马四海起床穿衣服 稍有磨蹭 师徒二人追出了村子 已经不见小江师的踪影 那怎么办呢 您快想想办法呀 小江是马四海救回来的 二人之间产生了一种羁绊 小江不知去向 可急坏了马四海 七叔却不急不躁 让马四海从话包里拿出锁魂箱 马四海麻利地把锁魂箱递给了七叔 那是一支特别的箱 比普通的箱要粗上一些 七叔拿出了一根头发 绑到了箱上 让马四海点燃 这是谁的头发 小江的 那根头发是七叔从小江身上留下的 缠到箱上以后 被一并点燃了 产生了比普通箱浓一些的烟 向着一个方向飘散 跟着箱飘散的方向 就能找到小江 马四海手握着箱 盯着看 果不其然 箱上散发出来的烟 向着一个方向 直直地飘着 师徒二人一路紧随 竟又来到了白天救下小江的那座山 又是这座山 看来我们之前大意了 小江应该是回到了他藏身的洞里 而且当初的那个道人 也一定藏身于此 马四海担心去得晚了 小江会有不测 率先奔向了山洞 白天被马四海修理过的猎户 早就不见了踪影 只有一个有黑的山洞口 散发着阵阵阴气 师徒二人慢慢靠到了山洞口 七叔从马四海背上 抽出了陶木剑 他知道洞中的道人不容小觑 七叔手握陶木剑 率先走进了山洞 马四海紧随其后 洞中光线昏暗 脚下不时会踩到一些兽骨 师父 地上这么多尸骨 都是被小江吃掉的吗 这么多尸骨 绝不是小江一人所为 如果我没猜错 牛家的行尸 也和这道人脱不了干系 师徒二人涅足潜入 走进去有三五十米深 洞中豁然开朗 变得宽阔起来 师父 山洞到头了 让人想不到的是 山洞之中竟然修有一座房屋 这家伙还挺会享受的 居然在洞里盖了间房子 过去看一看 你可小心点 看来那道人已经久居于此了 师徒二人决定凑到进前去看一看 两个人躲在隐蔽处观察着 发现洞中除了一间屋子 也没有别的容身之处了 屋子外头 除了摆着三个粗大的水缸 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师徒二人轻手轻脚地来到窗边 七叔沾湿了手指 在窗户纸上点破了一个洞 并吸宁神往屋中观看 屋内的炕上摆了一张桌子 有一道人打扮的老者坐在桌前 小江垂手站在一旁 一动不动 那道人把玩着桌上的金银珠宝 两眼散发着贪婪的光 一件一件的珠宝拿在手里 擦了又擦 蹭了又蹭 随后把桌子上的金银珠宝 小心地收进锦盒里 而小江站在一旁 两眼泛红 心智全无 果然是这贼盗人换走了小江 咱们进去收了他 马思海看着盗人丑恶的嘴脸 再看看小江如僵尸般的样子 气就不打一处来 摩拳擦掌 要进去收拾那道人 就在马思海愤愤不平的时候 在他身后突然抱起一阵阴风 在马思海身后的墙边 并排摆放着三只巨大的水缸 此时正呼呼地往外冒着阴气 缸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蠕动着想出来 撑得刚深 发出破裂之声 七叔突然瞪大眼睛 盯着马思海身后 大叫了一声 快闪开 马思海迅速扭回头一看 身后的大水缸物质破裂开来 水花似箭 一个白花花肉乎乎的东西 从缸里钻了出来 仔细一看 竟是一个人形的怪物 七叔认得 那是一种水师 是用溺水之人的身体炼化而成的 养在水缸里 可受人驱使 行凶作恶 紧接着另外两个水缸 也纷纷破裂 共有三具水师 水师闻到七叔师徒身上 活人的气息 咆哮着向进前的马思海 扑了过去 七叔一个剑布 挡在马思海身前 手指掐绝 在空中画了一道缝字符 驻于陶木剑上 又提醒马思海道 包里有天雷弹 可以克制水师 说话间 水师已经冲到了进前 七叔提剑迎了上去 水师虽然身体臃肿 力道却极大 一只巴掌夹带着腥风 向七叔的面门拍来 七叔将注入了 缝字诀的陶木剑 刺向水师的手掌 破 就听得扑的一声 陶木剑竟如刺刀般 刺穿了水师的手臂 同时燃起了火焰 只片刻间 水师的一条手臂 就被烧成了灰炭 四下飞散 水师的攻势被止住了 还没等他再次发难 七叔一箭横削 对准了水师的脑袋 如砍瓜切菜一般 将水师的脑袋 削去了大半 被削去半个脑袋的水师 摇晃着身体 向后倒去 火焰迅速地在他身上蔓延 散发着焦臭 水师的尸体燃烧起熊熊夜火 片刻功夫已经烧得所剩无几 来呀来呀 你过来呀 七叔听见身后 马四海嘻笑地叫嚣着 浑身去看徒弟的处境 就见马四海 正与一具水师周旋 他左闪右窜 手中捏着天雷弹 瞅准了机会 向水师制了过去 大圣献桃 马四海还给自己的招数 起了个名字 全无应对大敌该有的样子 七叔调制的天雷弹 可不是平常之物 以朱砂消食 加上一道天雷符包裹制成 打在水师身上 立刻炸出一个个血肉模糊的大洞 天女散花 马四海一招得手 又是一招 炸得那水师半个身躯 都成了灰烬 马四海一纵身 在空中翻转身躯 双手各握了一颗天雷弹 一花接木 对着水师的眼睛 便戳了下去 不偏不倚 牢牢地嵌入了水师的眼眶 马四海又是一个起落 纵身跳到了七叔身边 嬉皮笑脸地向七叔邀功 师父 我这几招厉害吧 哼 没个正行 能打赢不就行了 师徒二人刚喘云一口气 身后又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 师徒二人回头一看 还剩一具水师从身后袭来 师徒二人同时抽身上前 冲向了水师 马四海还没冲到进前 七叔已经手起刀落 将水师一披为二 马四海手里捏着几个天雷弹 没了用武之地 埋怨师父道 师父 您下手也太快了 就不能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吗 想表现 把它留给你好了 七叔微微一笑 眼望身后 说有他表现的机会 马四海也感觉到了 身后有一股邪气 回身往后看去 屋里的道人已经被惊动 怀抱着浮沉走了出来 道人看到七叔师徒把水师进毁 有些气愤 你们二人好生无礼 私闯进我的居所 还摧毁了我的水师 马四海一听就来气了 手指着道人骂了起来 嘿 你个臭老道 驱使行尸杀人劫财 又用浮水把小姜炼成僵尸 真是坏事做尽 我修我的道 你们捉你们的腰 两不相干 你们何必多管闲事呢 这位道兄 你所修的绝非正道 还望及时醒悟 回头试案呢 七叔本想那道人一身本领 误入歧途有些可惜 打算劝道一番 却不成想 那道人听了仰天大笑 我青山道人行走江湖几十年 却要被这穷乡僻壤的 小阴阳来说教 真是不自量力 那就是谈不拢了 那我今天就要替祖师爷 收了你 七叔边说话 边迈步 走向了道人 马四海从没见过师父 如此动怒 心想这青山道人 怕是要倒霉了 在那底下 回去糟了 那我就想 news